Sawo de ka 我是大家的朋友蔡舟舟 一个在泰国住了五年的自媒体博主 现在我来给自己的2022年做一个年终总结 我在泰国住在曼谷 曼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是大家口中说的购物天堂 这里是Zag Du Zag Jomo市场 不管你是想要买衣服 买工艺品 还是要品尝美食 敏略当地特色都可以来这里 逛一整天都逛不完 今年我还去了泰国北部 青莱还有南府 见到了鬼斧神宫的蓝庙跟白庙 这些艺术品现场给我们的审美震撼 比两句话无法描述 读万证书 行万里路 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去看 去接触 去感受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美 当然 还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记录美好 也是一段非常赞的回忆 在青莱还有南府 我们选择的酒店都非常有特色 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7月 我们7个小伙伴来到了B5里 体验户外自行车 自助海星烧烤 吃吃喝喝 我玩娜娜 在泰国的日子 我们很充实 当然在泰国 不能不提的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烤虾自助餐 千人它是小火锅 泰国特色大排档 无限蓄杯的冰淇淋 来泰国怎么可以错过呢 9月 我们四个小伙伴来到了南部 普吉岛 蓝天 绿树 白云 沙滩 大海 滩崖 哪一个关键词 戳中了你内心躁动的DNA呢 快点评论告诉我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大海 所以每一年都有安排旅行 一定要去海边 在泰国的南部 海是非常的漂亮的 所以来到泰国 一定要安排的一站就是 去南部的海边 11月 泰国传统节日水增节 体验泰式传统 感受泰国文化 逛庙会 放水灯 拜佛祖 投票 水灯小节 每个活动都令人印象深刻 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11月的泰国 门票太贵了 我就在旁边看看就好 记得点赞关注哟 新的一年请多指教 我们在泰国等你 这里